传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七位朋友他们大部分 其实其中有六位已经在里面信住 受了洗 有一位还未信 他们已经坐了超过二十年监 其实在育中的收入是有限的 他们要再学 是不是一件这么容易的事呢 在监狱里面 其实他们每一个犯人 都是偏背了 是有不同的工作的岗位 例如他们的一个期数 他们同一个期数就是电脑期 他们就会负责设计 或者是一些部门的 一些印刷方面的设计 这七个朋友 其实他们都是 每一个月他们的人工 大概是四百到六百元不等 他们会是 他们可以有得存钱 但通常他们都可以是 要来买领食 就是很欣赏他们 就是肯这样牺牲去奉献 他们这么辛辛苦苦 存到这些钱 为什么愿意联统我们 去帮助山居的学生呢 有些弟兄就看到 其实中国有很多灾难 还有他也看到 你们那个特輯 是讲到贵州那些贫富学生的生活 他们就有感而发 有一个同学说 我小时候读书少 没什么机会读书 所以其实行差踏错 其中是他们的原因 甚至乎当中 他也看到 因为读书不成的时候 很多时候走在歪路 所以他觉得 座学其中是一条出路 另外有一个人 他说国家的希望 其实就是提升教育 另外一个就是他觉得 我自己在基督里面 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他觉得信仰是带给他一个新的生命 他表达一个联敏和同情的心 其实这个是他自己 就是从信仰那里去提升出来的 我觉得这些都是很感人 很值得欣赏的 其实那些囚友 和山区这么穷的人 他们各有苦处 其实那些囚友 是不是就是没有明天的呢 都不是 其实有些已经将近 有些超过20年 有些甚至我看到他可能会将近 他去到要申请一个特赦的阶段 可能这两三年或者三四年 他可以离开监狱都不定 我常常都看到就是那些终身犯 或者是犯的比较严重 都不容易弥补的过失的一些犯人 其实他们那个悔意是很深的 我初初都以为 哇 终身的杀人犯 我都… 就是进去的时候 有点震惊的感觉 但当你和他接触的时候 我看到其实他们不是窮空忌恶的人 窮空忌恶的人真的很少部分很少部分 其实他们在我自己的认识当中 有十几十个已经出了来的朋友 他们走一条新的路 甚至乎有些可能是 半年之后他们已经可以结婚 他们可以找一个终身的伴侣 度过他们可能晚年 那我觉得是很开心的 我觉得他们在信仰里面 是带给他们一个新的希望 还有信仰是带出他们的悲天万人之情 其实我觉得他这种好行为 其实是正正是可以荣耀到上帝 今天我们很感谢John上来 和我们分享这七位囚友的消息 希望这七位朋友 将感动化为行动的心意 同样会触动各下 虽然我们没有机会见面 但是真的很想带贵州的穷苦学生 和你们说一声多谢 现在明才园得到帮助之后 有很开心的读书生活 最近他的同学还帮他开了生日会 我们也让他非常高兴 其实明才园的故事 在贵州黑张山区只是冰山一角 今天我们会再去到山区的石板河村 探访另一户的村民 一家六口虽然齐齐整整 但是贫穷为他们带来很重的淡子 从黑张演乘到这里 入行三四个小时的车程 现在到了石板河村 CBN持福行动 驻贵州的同工周育洋Timothy 经常翻山越岭到访山区穿落 这一日他就去到黑张兴法乡的石板河村 顾名思义石板河村 是一条被山岭石林围绕的村 由于山高平地小 加上土地贫積 农产收成只得粟米和马铃薯 村民生活都慢慢緊 像Timothy今天去探访的周文昌一家一样 和太太杨英有四个孩子 生活逼人 家里不够吃 土地不够重 土地重也不够重 那出面给早点吃 这些是我们家吃的黄豆 一家节衣缩食 省得就省 总算维持到生活 不过每逢下雨天 他们就要面对另一个更大的难题 一切的房子就是东西 一小个毛草房 一小干 就是把铺 就是腰域包括人家 一哈装进里面 房子头上就留了 这一段时间用烂盆去回来接 把烂椒子接烂的盖一哈 我还是感觉很痛苦 好像是做热椒子也要夸了 睡觉我还是得很担心 环境一点的不好 又下雨又是流雨又是刮房 如果房大一点 就会把屋顶的花刮掉 爸爸妈妈然后又去割草一个 感觉很困难 爸爸妈妈真幸福 由2008年开始 CBN持福行动 在石板河村 已经帮村民重建危防 改善生活 到今年5月 Timothy开始认识周文昌一家 第一次到周文昌家 看到小孩子在家 但觉得奇怪 因为他应该有四个宅女 两个大宅和第二个宅 不懂得说话 又不懂得听话 周文昌和他太太 回到洛田 耕田的时候 又常常带着最小的小孩 因为没有人照顾 还有一个最单身的房子 会塌或者出什么事 因为之前的救命很危险 唯有一个读书的 一个女生叫周慧 她的父母不让她读书 因为我来的时候应该是上学的 但是她在家工作 小时候在地上 还帮父母的忙 爸爸妈妈为了计划 我来找着 我来找着 哥哥和弟弟没有劳动力 所以才把我拉回来 在学校里可以学到一些知识 学到一些文化 所以我就不想离开学校 爸爸跟我说 先不要读书回来帮忙 在房子,對房子結合一合,再去讀書 為了將你喜歡的社會,就太好了 周圍是兒女,今年只有十三歲 精靈有孝順,為了家 她讀到小四就要絕學 留在家照顧弟妹,打理家務 不過,單靠父母務農 一家人始終負擔不到建新屋的開支 直至CBN持福行動的資助 為周文昌一家人建好這間屋 他們才有一個安樂窩 你好,周圍,周文昌 你好,你好,你們都在家 我們今天過來看看你 房子都做好了 房子住得還好吧 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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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都有自己的房間 有了 現在有了 現在有了 不會再漏雨了 不會吧 不過像以前半夜起來 還要用盆子接水 沒有了 一家五口人 以前是住一間 大概都三十兩平方米的地方 其實只有一間 中間是沒有間房間的 是煮飯也好 睡覺也好 還有糧食 煮成在這裡 全都是一間屋裡 因為是茅草屋來的 下雨的時候 外面下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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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半夜起床 還要拿些盆子過來捷雨 聽說有一次 因為這裡是海白高 山風大 有一天 把毛草全部圈 圈了 沒有地方睡 後來前方幫到他們 建了一間深屋 現在都有自己的房間 也安全一點 其實我們都覺得挺好心 放著煎好了 搬著新房子也做了 也不漏雨了 下雨爸爸媽媽也不擔心了 現在就是睡覺很擔心了 一點都沒有想到其他人 可以睡著做覺 一點小孩都沒有很感性 解決了住屋問題 一家人終於不用再提心吊膽 不過Timothy很快就發現 原來周圍已經住學了一年 這樣小時候 十人歲 不讀書 到時候長大了 他的發展肯定是前途有問題的 還有覺得這樣小時候 是第二種種植物 因為其實體力都成長得多的 但體力遠都沒辦法 根本我就問周圍了 我問人想不想讀書 根本其實眼睛已經開始紅了 想喊 很想讀書 根本我就從公司的申請著 就想幫他讀書了 要不你們可能30號把他送過來 去 送到何張 去之前打電話給我們 你跟你哥哥商量一下 能不能在縣城找到小學 如果找到的話 我有辦法可以找個地方讓他住 然後平時我和我妻子 我小孩都在學長 然後也可以照顧到他 現在周圍在黑漿城關第三小學 讀小五 Timothy一家還收留他在家裡住 幫他適應城市生活 令周文昌一家都很放心 十歲的弟弟師貴 還很羨慕姐姐 我來的時候送生活費給周圍的媽媽 周圍在寫書句的時候 周師貴就是他弟弟 他看到就非常羨慕姐姐在這裡寫字 其實他之前曾經去過一次 龍牙學校是不值的 但是因為家庭沒有錢 所以就給不到生活費給他們 就回來 沒得讀 後來我們就遲到很多 申請捐方可以支持生活費和學費 所以我們在今年的九月份 我們送周圍貴去 八街市龍牙學校讀書 以前他們在家裡的時候 又聽不到又說不到 爸爸媽媽特別的擔心 因為我說的他也聽不到 所以我只好跟他們寫書一遍 吃飯 關門 餵豬這些 比他去做事情這些都知道 現在慈福行動的 來幫助弟弟上學 感覺很謝謝你們 看見弟弟可以上學讀書 自己照顧自己 我很高興 家裡有六個人 有四個孩子 有兩個讀書 有資格去付這個錢我們 所以 得到你們一顆想 可以謝謝你們一半 見到客人很開心 為什麼呢 因為女兒可以正常上學 周圍貴又可以讀書 其實見到 整家人又可以深奧住 覺得很開心 很安慰 現在開了學只是兩個月 師圍已經學會寫自己的名字 他跟姐姐周圍每次回到家 還會將學到的生活知識 衛生常識教父母 知識未必改變到命運 但肯定可以改善周文昌一家的未來 看見周圍一家終於有瓦遮頭 不用再過著提心吊膽的日子 周圍和時貴他們兩姐弟 又可以繼續花學 真的替他們高興 也衷心希望他們一家早日脫貧 是啊 其實見到他們一家搬入新屋 實在是一個好的開始 其實由2008年至今 CBN在貴州、黑漿 已經重建了142間危房 但是今年我們就在石板河村 幫助了40戶 好像周圍那樣的貧困家庭 重建安樂窩 在2011年 我們的目標就是 再幫到80戶危房的村民 只需要港幣8千元 你就可以資助一戶危房家庭 重建雅磚屋 如果你想一起參與的話 可以瀏覽CBN持福行動的網頁 聖經說 蓮敏貧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 他的善恨耶和華必常華 這句話 不是叫我們去計較付出之後的回報 而是鼓勵我們要學習耶穌 關心貧窮、孤寡的心場 只要我們願意耶穌必定 賜給我們愛心和能力去關心 幫助有需要的人 正正由於耶穌的愛 CBN的童工定期去到各處的山村 幫每一個貧困的家庭 帶給他們生活的愛和盼望 身為香港 你未必身處很黑苦的環境 但你同樣可以擁有耶穌的愛 不要猶豫了 不如你現在就試試安靜下來 跟我這樣跟耶穌聊聊天 親愛耶穌 我們身處在幸福的香港 有時未必好知道貧困人的需要 求你幫助我 讓我都能夠有你的心懷 能夠將自己所擁有的 都願意和別人去分享 又願意更加愛身邊有需要的人 多謝你愛我主耶穌 信妄愛由耶穌帶給我們 我們亦都很想傳遞給你 如果你的生活上 信仰上有任何的嫌難 想找人傾訴和解答 我們很歡迎你 立即打電話去CBN的熱線 號碼是3188-300-03 我們很樂意聆聽你和幫助你 如果剛才你有真心跟耶穌聊天的話 耶穌已經住在你心裡面了 希望你打來和我們分享你的好消息 我們會為你送上升火飛騰第八輯的VCD 希望你在一集三個故事之中 得到生活上的鼓勵 只要你願意呼求 耶穌是一位聽討告的神 你可以將你的討告需要和我們分享 我們很想為你一起同心地向耶穌祈禱 你可以打電話 或者可以用手機的短訊和我們的聯絡 本地的號碼是6526-55-08 至於中國內地的號碼是131-4300-955-08 憐憫貧窮的就是借給耶穌華 他的善幸耶穌華必償還 打開你心盼 投靠在主愛裡 脫離黑暗進入永光裡